今天再也要跟大家聊一聊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华为升腾芯片的事,这两年美国对华为的制裁那是一波机一波,把华为打的是东倒西歪,但是最近华为又跳出来说,他们的升腾910C芯片可以跟英伟达摆摆手腕了,这下可让咱们这些吃瓜群众给看乐了。 先说说,华为这次搞出来的是个啥玩意儿?据华尔街日报报道,华为悄咪咪的给中国一些大公司送去了升腾910C的样品,还跟人家吹牛说,这玩意儿能跟英伟达的H100叫板。 大家可别不当回事儿啊,这H100可是英伟达的镇垫之宝,去年刚退出来的时候,可是让全世界的AI公司都抢破了头。 那么问题来了,华为这升腾910C到底行不行啊?咱们来看看专家们怎么说。 美国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今年6月份发布的一份报告,可是把华为给扒了个底朝天。 这报告说,华为第一代910芯片还能激活30多个AI核心,到了第二代910B就只剩20多个了,这第三代910C号称有50个核心,结果最后只能用24个。 这啥意思呢?就是说,华为这芯片是越做越回去了。 再来看看性能。 报告说,910B比第一代910的性能只提高了1.2倍,这在飞速发展的AI领域简直就是归宿啊。 要知道,人家行业领先者这几年可是把性能提高了整整三倍。 那华为这次的910C到底能不能跟英伟达摆摆手腕呢? 有专家可是泼了一盆冷水。 他们说,这得实打实地拿到市场上去考验才知道。 就像华为那个号称7纳米的手机芯片一样,光说不练甲把式。 业内人士还提到一个有意思的事。 他们说,中芯国际今年第二季度的财报显示,虽然营收年增22%,但净利却年减了59.1%,这不就是在流血卖产品吗? 虽说,华为背后有政府撑腰,各种媒体名嘴也在使劲吹,但是910C的性能、产能和良率这几道坎,可不是靠吹就能过去的。 更有意思的是,华为现在在中国市场上可是使出了浑身泄疏啊。 据说,华为现在是近乎强迫推销,不光要买他们的芯片,还得买他们的解决方案,云端服务啥的。 对那些中国的数字龙头企业来说,这简直就是不情不愿的谢爱心啊。 说到这儿,咱们不得不提一下官方对华为的支持力度。 华尔街日报爆料说,去年华为从政府那儿拿到了10亿美元的资助,比2019年足足多了4倍。 过去五年加起来,华为从政府那儿可是捞到了将近30亿美元啊。 难怪去年华为的利润能增长一倍多,创下20年来的最大增幅。 但是呢,有分析人士可是一针见血地指出,要不是某些人非要搞什么强国梦,应咬奋发有为, 华为要是能继续和全球各国合作,说不定现在早就不知道发展到哪里去了。 现在倒好,华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,也就勉强达到人家欧美几年前的水平。 更要命的是,美国这边可不是吃素的。 最近美国又说服荷兰,要求ASML公司必须申请许可证,才能向中国卖某些型号的光刻机。 这可是华为生产910C芯片必不可少的设备啊。 这一下,华为可是又被卡住了脖子。 有专家说,这下可好,中国拿不到多重曝光的光刻机,想生产更精细,更小的芯片,却又无法把正确的电路图打在芯片上,这不就是自己给自己设障碍吗? 而且啊,美国这边的AI芯片可是一刻不停地在往前冲。 OpenAI,亚马逊和谷歌这些大公司,马上就能用上英伟达最新的Blackwell芯片了。 这玩意儿的性能,据说比现有的硬件强大好几倍呢。 有专家最后可是给华为判了死刑啊。 他们说,910C的性能,就算能跟英伟达的B-20相比,也不过是华为自己的一个小突破,根本就不是欧美的对手。 某些人整天高调宣传,突破了美国管制,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不自在吗? 这就跟发射导弹一样,只会激发美国和盟国更多的限制和防卫,到头来,卡脖子的力道只会越来越大。 说到这样,咱们再来看看这几年在芯片领域的折腾吧。 大家都知道,某些人这几年可是把科技自立自强当成了头等大事。 光是去年,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芯片产业上的投资,就高达1430亿元人民币,这可不是小数目啊。 但是呢,这钱花的到底值不值,那可就见仁见智了。 咱们来看看这些年,中国芯片产业的成果。 据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的数据显示,2021年,中国大陆在全球半导体销售额中的份额还不到10%, 而且啊,这其中绝大部分还都是低端芯片。 高端芯片,那可是连影子都看不到。 再说说中芯国际吧,这可是重点扶持的龙头企业。 2022年,中芯国际的营收是76.7亿美元,净利润15.5亿美元。 听起来不错是吧,但是跟台积电一比,那简直就是小屋见大屋。 同期台积电的营收是758亿美元,净利润320亿美元,这差距用天壤之别来形容都不为过。 更要命的是,中芯国际现在连14纳米的良率都还没搞定呢。 据业内人士透露,中芯国际14纳米的良率才勉强达到50%左右。 这是什么概念? 就是说你生产两片芯片就得扔掉一片,这成本能不高吗? 再来看看华为这个明星企业。 华为最新的麒麟9000S芯片号称用的是7纳米工艺,可是据国外机构TekinSize的分析,这个所谓的7纳米其实就是个挂羊头卖狗肉。 它的性能跟台积电的7纳米差远了,甚至还不如三星的8纳米工艺。 这不是自欺欺人吗? 说到这儿,咱们再来看看美国这边的动作。 美国商务部最近又出台新规定,要求生产AI芯片的美国公司必须获得许可证才能向中国出口。 这一下可好,英伟达、AMD这些大公司都被卡住了。 英伟达的CEO黄仁勋直接说,这新规定可能会让公司损失12亿美元的订单。 但是呢,美国这边可不是光卡别人不让自己发展。 据彭博社报道,美国政府正在考虑投入520亿美元来支持本土芯片产业。 这可是真金白银啊,而且美国还拉上了日本、韩国、台湾这些盟友,组成了所谓的芯片联盟。 这下可好,中国在高端芯片领域可是备为的水泄不通。 再说说AI这个热门领域吧。 根据斯坦福大学发布的2023年人工智能指数报告, 在AI领域的私人投资方面,美国2022年投资了479亿美元, 而中国呢,才区区26亿美元。 这差距,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 不仅如此,在AI人才方面,中国的情况更是惨不忍睹。 同样是这份报告显示,美国拥有全球65%的顶尖AI研究人员, 而中国呢,只有区区11%。 这人才差距,可不是靠砸钱就能解决的。 说到底,中国现在在高科技领域面临的困境, 归根结底还是体制问题。 中科院院士包为民,前段时间可是说了大实话。 他说,中国科技创新最大的障碍就是体制机制问题。 这话可不是再也说的,是中科院院士说的。 包为民说,中国现在的科研体制,重视大项目、大平台, 却忽视了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。 这不就是本末倒置吗? 他还说,中国现在的科研评价体系, 过分强调论文发表和专利申请数量, 却忽视了真正的创新和成果转化。 这不就是在搞形式主义吗? 最后,再也再给大家报个猛料。 据可靠消息,华为最近在内部会议上承认, 他们的升腾910C芯片在性能上, 其实还不如英伟达两年前的A100芯片。 这可是华为自己人说的呀。 你说,这差距有多大? 总的来说,华为这次的所谓大突破, 充其量也就是个自我安慰吧。 在高端芯片和AI领域, 中国和美国的差距不是在缩小, 而是在不断扩大。 如果还是不改变现在这种举国体制的做法, 继续搞这种大跃进式的科技发展, 恐怕这个差距只会越来越大。 好了,今天的分析就到这里。 各位网友,你们觉得中国还有希望在高科技领域赶超美国吗?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 为了让更多人看到真相, 记得帮忙点赞订阅转发分享。 咱们下期再见。 咱们下期再见。